大家好,我是Stan 今天我们先来看一下 目前在韩国日本爆红 人气冲天的一部韩剧 由演员巴根比主演的电视剧 是讲述一位天才自闭症律师 透过不同的案件学习并成长的故事 是一部温馨幽默超级充满正能量的一部剧 而这部剧一开始在6月29号 在一个新生电台ena 以0.9%的收视率开播之后 在7月8号播放的第四集 收视率就突破了5% 在韩国引起了非常大的花贴 也拿下了韩国苏默ドラマ的冠军 并在日本的美弗里斯也登上了一位 看这部剧的话 就有一种让我的心灵变得很干净的感觉 虽然知道每个人对电视剧的取向都不一样 但是一三安表彰彩5元5 真心推荐给所有人看 去哪里都在聊5元5反应很好 所以就去看了一下 结果看了第一集就爱上了 太有趣太疗愈的电视剧 因为这部剧第一次知道ena电台了 真的太有趣都有流泪 没看的人一定要去看 才播放到第四集 就更新了我的人生韩剧 最近电视剧大部分都是狗血剧情 看到这种疗愈的内容 连我的身心都要变健康的感觉了 好像很多人都跟我一样 大家一定要去看 看了之后再后悔 从就剪短发的理由 今年1月突然剪成短发在论坛 引起热议的演员从就 最近出演一个节目后 公开了突然剪短发的理由 说实话因为喝了很多酒 是本人剪的吗 喝了酒瞬间就变得很冲动 心想我现在到底在做什么 就拿起剪刀剪掉了 对不起大家 请不要再骂我们家孩子们了 难怪一开始有点奇怪 都是有理由的 不过现在超漂亮所以没唱 原来是这么傻眼的理由 但是短发也很漂亮 真的不要再骂奏型师了 搞得一直让从就到处去解释 很幼稚的MNET 前几天又给大家说过 参加Sminpa的一个舞团 因为将团名缩短成 B2B引起争议的内容 7月8号 男团B2B的所属公司 Cube娱乐发出声明表示 公司有向MNET强力抗议 MNET播放的B2Blogo与名字 会侵害到公司的商标权 并要求该舞团使用全名 更改logo与口号 以及MNET对此事件的道歉 之后我们收到了MNET制作组 会使用全名 以及更改logo与口号的承诺 该内容也在Sminpa的官方账号公布了 而在MNET的官方声明中 MNET表示 虽然B2B是舞团 本来就有在使用的名字 但是为了不给大家困扰 所以以后只会以全名标注 logo与口号也会快速更改 从下周就开始公开 MNET的道歉文 简单整理一下就是 我们没有做错 但是你们太啰嗦 所以就给你们换了 不就是这个意思 MNET一句道歉都没有 还说是本来就使用的名字 真的抽傻眼 却不应该也是太生气了 所以强烈要求道歉了吧 不管怎么样 保住了B2B这个名字 最近韩网对 Lisraping Kim Chien Won的反应 最近韩网对 Lisraping Kim Chien Won的反应 这个贴文 收到了很多网友们的关注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位网友表示 黑短法真的是神之一手 太适合Kim Chien Won了 做黑短法之后 真的魅力大增了 变得又时髦又漂亮 可可 真的是神之一手 爱情的时候也很喜欢 这个也很喜欢 总之两个都喜欢 希望能一直轮流使用 所以大家比较喜欢哪一种发型呢 这对男女爱豆终于同框了 每次在韩国论坛 提到K-POP撞脸爱豆的时候 一定会出现的一组就是 无助所女Sara与NCT穹舞 而在前几天 这两位爱豆终于同框了 真的太像了 就算是兄妹也不会这么像吧 眼鼻嘴真的一样 哇 以为同框的话 就会觉得不像 没想到在一起 竟然感觉更像 很像兄妹的感觉 但是穹舞更漂亮 Sara更帅 然后 我真心的想问一下大家 我跟这位真的像吗 在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